嘿唷 劉士忌 前年都開心 大家好 我是劉 今天要來看智圖師一場2v2的特殊比賽 這場比賽有HERA跟HART 還有紫色跟藍色這些玩家 紫色跟藍色我不太熟悉 也歡迎各位觀眾在下方補充 現在來介紹一下紅方的文明是選擇了緬甸人 緬甸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伐木技術是免費的 他的TC呢 沒有特殊功能 不好意思 他的寶兵是比較強大 飛鏢騎兵 是團戰之鬼 基本上有團戰的一個比賽裡面 往往都會看到緬甸的聲音 最主要是因為緬甸的飛鏢騎兵 基本上是全部都能打 不管是工兵還是騎兵都可以打 而且後期有帝王時代 可以點下安血人戰術 讓自己的飛鏢騎兵更坦義些 好好的 那緬甸人除此之外 也可以打大象 還有這個槍兵 槍兵甚至有點誇張 攻擊力會高達7加6的傷害 這個是13攻 傷害非常的噁心 我也把緬甸的擊兵 稱作為趙雲擊兵 那緬甸人的經濟 基本上都是蠻好的 所以打直層的話也是比較常見的一個戰術 接下來介紹他的隊友 是這個 Hera Hera這邊的選擇文明是 不裂甸人 不裂甸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吃綿羊 可以驗化的動物 是吃得更快一點的 這個效果 讓他前期打這個三棒棒 或是一個提倒極速封建塔工 也是蠻厲害的 那在以前的時代來說 裝甲塔是不裂甸常用的一個招式 也可以接續這個塔工工 但是現在這招已經有點慢慢被淘汰跳了 那不裂甸人的話 他是3TC來說是更可以 開起來更沒有壓力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城鎮中心呢 木頭量是半價的 基本上是一個伐木場 再多加三十幾塊錢 就可以順利的開啟自己的城鎮中心了 那不裂甸人的後期呢 還是他的工兵最有特色 他的工兵長工兵射程 最高可以高達十二射程的距離 非常的遠 基本上從這裡 射到這裡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問題就是 很怕對方的同時車跟火炮之類的單位 比他手更長 那還好 不裂甸後期有這個戰狼科具 巨型同時機呢 射程也很遠 然後落誕的時候呢 命中率可以變成99%補正 而且落誕時還有這個範圍爆炸傷害 非常可怕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打打這個文明 打打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馬工單位 擁有這個免費的母子環 跟這個安息人戰術 那有免費的母子環 就是意味著他的工兵也可以免費獲得 所以他在封建轉城堡時候 轉這個工兵轉奴兵的一個過程 他在城堡上出行的第一時間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那有些打打的玩家也會用一些鬼配 馬上上城堡時代補下二級色奴兵 然後大學馬上補彈道學馬上好 這個打法在團戰也是相當殘勁的一個速城堡 然後奴兵轉大學彈道學 然後全能力的這個拇指環 這個工兵 所以打打人呢 他是我覺得玩起來特別難的一個文明 只要你玩得好勝率也會很高 那接下來看一下伯伯雷 伯伯雷的話最大的特色是 村民的速度移動速度比較快 黑暗時代有5%的加成 到了通電時代是10% 那他的戰艦的船隻呢 移動速度也會快一點點 所以他本身漁船類的速度也是快了一點 一般是1.26 那他的是1.39 伯伯雷還有這個八折騎兵單位 應該是馬舟單位 所有的馬舟單位都是八折 所以如果你喜歡打騎兵爆的話 也可以打這個伯伯雷 伯伯雷他還有這個 標槍騎兵 讓隊友可以使用 簡單來說 就是不需要戰毛升級的 騎兵版的這個戰毛兵 肉類的話會比這個戰毛兵 再更多一些些 那他地龍時代或城堡時代 也可以打這個寶兵單位 駱駝弓兵 駱駝弓兵的話 打對方的馬攻單位 會有歪增傷效果 通常打魔果圖計畫效果還蠻不錯的 那後期落攻行程之後 基本上是全部都能打 那央害怕的東西 是戰毛兵啊 頭死車之類的單位 都會比較難受一點 那除此之外 駱駝弓兵沒有太大的弱點 OK 那這邊看到 達達這邊是要打一個 封劍出弓兵的戰術嗎 喔是打毛兵不是攻兵 因為對方是補獵天 Hera 這是雙射箭場開局 那雙射箭場開局呢 之前我的教學影片 也願意給我教學喔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有點找不太到我以前的教學影片 有點怪怪的 那教學影片裡面呢 我就是教類似這種的 大概21匹左右的 然後補到8個的挖黃金 然後趕快補這個射箭場 冰弓場 雙射箭場出小弓喔 這招是放到現在的環境來說 還是可以用的 但是我那個影片有特別講 這個是團戰專用 單挑這樣打 人家只要單射箭場出毛兵 就輕鬆打贏你了 點個一擊防擊射 就輕鬆屌手 然後你要花一堆資源去進攻 其實相當不划算 但是如果你的分數 是低於1200分以下的話 雙射箭場加冰弓場這招 其實還是能打到一點東西 至少可以讓你狗在1200分左右 但1200以上的話 要繼續上去用這招 就會有點卡住了 看起來1200以上的天梯環境 已經有在進步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簡單 那這邊看到波波擁有這個 移動速度加成優勢 戰艦速度是1.43 補過來艦隊速度非常快 馬上就用這個火彈場 燒爆了下方 HOT的緬甸魚船 HOT這邊有傳一些肉 要想要去幫一下HERA那邊 他們的圍法是為正面而已 把正面全部圍死 讓對方不進來的一個策略 那魚船部分可能是要放棄了嗎 看起來有點損失慘重 這邊工兵單位已經來到前方 射掉兩隻槍兵跟一隻肉馬 這隻肉馬是自己的 應該是被戳掉的 工兵過來卡下位 第一時間先射對方的槍兵 細節有做到 你在玩工兵果的時候 跟自家馬國往前時 如果看到前方有槍兵 第一時間一定要先射掉 這個算是 你保護就有好方法 只要你保護好隊友 隊友就會保護你了 就如同深淵一樣 當你凝視著深淵 深淵也會凝視著你 所以玩斯蒂利果 這些觀念也是很適用的 在攻殺小 好 那這邊木槍是尾了一陣條 一陣條尾的有點 有點危險 畢竟自己現在海戰打輸了 對方隨時可以用這個火戰場去燒掉你的木槍 那現在有進攻的優勢時候 還是要趕快盡可能往前進攻 由於伯伯仁這裡是打一個海戰關係 所以他並沒有出太多兵在自己家裡防守 本應該 伯伯仁應該是要出弱馬去幫忙擋的 當然他這邊是選擇了一個打海戰 然後想要職成上弱攻的一個策略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他想要打弱攻 因為他有捕魚優勢 現在肉類已經贏了 這邊挖石頭 通常 待會這邊可以再捕魚跟劍塔 穩定挖石頭就沒有問題了 待會升到城堡時代 打弱攻出來 難受的就是哈爾特跟這個緬甸了 這個 HERA 那值得一提是 其實鱷駝弓兵是蠻害怕常弓兵這個單位 但是常弓兵他射程很遠 如果不被貼近的話 一直被poke 就會有點難受 就一直被拉打 那伯伯仁這邊呢 可能就不能只單出這個 鱷駝弓兵 而是 騎兵一些也要出一些 會更好 甚至要轉出鱷駝弓兵 配標箱騎兵的策略 那標箱騎兵加上弱攻這個打法 主要是針對像緬甸或是不列典這種文明的 所以待會應該是可以預期到 那個 伯伯仁如果真的會玩的話 兩個混合輸 會對不列典加上緬甸人 都會很難受 畢竟飛鏢騎兵 也會害怕這個標槍騎兵的額外增傷效果 好 講了這麼多 不知道對方會怎麼打 伯伯仁這裡還有兩隻弱馬 都溜了進來 工兵單位再次逼到了伯伯這邊 但這裡沒有補一根箭塔 這就是他的失算了 等一下這個工兵走進來 阿倫 你的工兵 對方都笑出來了 不是不是對方 是自己都笑出來了 他太小看敵人了 把對方當菜雞打 如果是我的話他有可能可以衝爆我 但是這位藍絲玩家看起來不是泛泛之輩 可是手速很快 直接圍起來 左邊的赫拉他是沒有打算要捕魚 把這整坨的魚群給對手吃 這邊緬甸是慢慢把海戰給打回來 裡面海戰的部分只有五艘戰艦 看來要捕一些自暴船 不然會有點危險 現在博博人也不太能專心打海戰 因為他待會要來升城堡實彈 這個時間點會更重要一點 這裡戰毛兵走進來 唉唷 收掉一村 轉了一隻騎士 砍掉 升到城堡實彈的HERA 其實18隻小工了 達拉這邊選擇了一個正常的馬攻策略 一樣是三個四箭場出這個馬攻 那這裡馬攻一出來就有拇指環 跟安顯戰術 但安顯戰術要到帝龍時代才會有 雖然現在免費的拇指環 對於馬攻來說還是特別厲害的 後方還沒有圍好 這邊HERA再次走了過來 但是博博人這邊石頭又再次遭受到干擾 石頭挖得非常不安心 而且這邊準備要走到劍塔下方 開始爆射一波 這坨工兵雖然送光也沒差了 OK這邊HERA直接一次控兩坨工兵 有細節 控兩坨工兵才不會有異上的問題 才不會全把一個箭矢打在一隻村民上 這樣會讓自己的擊殺村民的效益減緩很多 好那為什麼HERA他不在這邊貼在這個箭塔下 射擊就好 其實也是可以 這邊就扣一個隊友來cover一下就好 好那達達這邊馬攻已經到處騷擾 到處都有達達人的馬攻 下面先補一個大學 不打算要先開3TC 先補單道學更重要 畢竟自己已經有工兵的射程優勢了 如果再射得更準一點 會讓敵方很難受 這邊先鑽石片田 把4片田打掉就是240木頭 快要一個城鎮中心的價格 好這邊其實也開始亂竄 左邊的魚有沒有多加利用呢 好有 大概補了60魚船 那可以補到9到10的時候 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用戰券去尋律下羅 對方有回來打海戰的跡象 再補下戰券就可以了 好那達達這邊 是一個馬攻 迅速點彈道學 一個馬攻策略 好這個速點馬攻效益 開始高了起來了 好那不列顛的工兵也過來 下刀學現在才補下 還要等40秒的時間 走 團戰結束喔 真的就是很難 要看的地方太多了 好彈道學有點歪 沒有點號的關係 這邊射的有點少 裡面的聰明也很少的關係 射的劍子數量並不多 這一波直接射爆 伯伯這裡直接爆炸 BBQ 沒了吧 還偷射秘養是什麼畫面 就跟你說 早點補一根劍塔在這裡 伯伯挖石頭 對不對 很飽喔 早點下就好了 這個弱攻 一瞬之階就沒了 在一般的團戰來說 像 Hera這樣子 直接爆射伯伯 對手通常會投降 但是打打這邊打的實在是太好了 他逛一己之力喔 直接把哈德打殘了 原來哈德這邊轉飛鏢騎兵 其實也不太好打對方的馬功喔 原來數量上初期來說 很容易被壓制住 因為數量上不夠多 很容易就打輸了 那緬甸這邊的工兵單位呢 也不太好打馬功 因為他的工兵呢 只有一級的工兵鎧甲 緬甸人的話只有一級而已 所以 所以他轉戰毛兵也不太容易打的 如果要打贏的話 只能用其他方法 例如轉什麼 大象啊 或者是騎兵單位啊 之類的 大肉馬 再來點一下這個銀罐技術 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好 這頭工兵就直接卡在這裡 那緬甸人因為對抗工兵比較弱 所以他的銀罐 有一個特殊能力 只是打工兵單位會有外增傷 這個效果是打馬功也會有 但現在他已經被馬功到處繞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穩定拿到肉類也很困難 但是好消息是 薄薄的已經放棄打海戰了 那接下來就多點伐木補下魚船就可以了 把這個經濟再往回補一些 這邊洛工走過來 來三隻駱駝進來 嗚 還還好 後來家裡有一些少量的工兵 在入手 別轉出了戰毛兵來防守 伯伯這一坨工兵還在 不是伯伯 伯列典這一坨工兵還在這邊繞 哈拉的馬功遇到 弩炮 稍微被壓制回去了 那先階段來說 弩炮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你的 弱馬壓制 或是騎士壓制 還要過一段時間了 才能轉出來 總不可能讓對方一直燒我自己一下 哇 打打真的是一打二耶 好強喔 沒有關係 進攻成本是比較貴的 現在 HERA加上 加上這個 伯列典加緬電 兩個人都打一個防守反擊 稍微是能擋住打打燒我 OK 打打這邊直接衝車點進來 不想要讓伯列典這邊爽爽點到帝王時代 這邊村民沒有要去解衝車的意思 這個衝車補得很急死欸 他現在直到 全面壓制 HERA這一坨弓兵 也沒有辦法繼續騷擾了 頭子車已經出來 這裡殺死一命趕快補 這裡馬弓 再抓一些村民 火力典 損失慘重 臭民宿只剩下78村 雖然臭民宿還是遠遠領先其他文明 開始有點扛不太住咯 這毛兵數量有點少 這邊補一個城堡 要是補不起來 這裡要不要再補一些衝車 三衝車繼續挺 好 看來是要停掉 OK村民收進去要往前補嗎 馬弓要放在下面會很虧咯 馬弓要拉走 馬弓拉走的話 就可以拉村民去打這個衝車了 趕快修理一下 解掉一些衝車的問題 很可惜 這個打打並沒有把這根塔 給拿下 那只要讓布列典有長攻兵出來之後 戰局就會稍微被控制住了 打打人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可以直接上前 一直A了 那布列典的陣地戰 也是很強 他只要一路把這個城堡補過去 長攻兵大部分時候還是有優勢的 甚至他後期點出戰狼 也可以打贏 打打了19射程的巨型投司機 畢竟 打得更準喔 比打得更遠更重要 好 目前看起來 打打稍微經濟趨緩了一下 開始要慢慢轉容囉 4TC也開出來 柏柏這邊3TC慢慢運轉起來 經濟也開始好轉 都沒有打一個暴兵ALL IN的 一個正常營運開局 那我也是比較推薦大家這樣做 畢竟點尖高手們 也比較常打這個策略 穩穩的打上去 靠著自己的經濟跟操作還有觀念 才是長遠之際 好 那17隻馬弓 那這裡馬弓數量 可以稍微不要出了 那不要出的理 是要開始先補經濟 現在沒有太大的一個對方 兵力壓制的問題 那都是出一些垃圾兵 像這個戰矛 或者是龍炮 進攻能力版就不強的東西 自己就不要出太多兵去 硬正面壓制了 開始轉兵 甚至升帝龍時代 都是更好的一個 轉容方法 這邊轉出了雀靴 雀靴只要少量黃金 都可以產生出一個 跟遊俠遠房一樣的騎兵 40塊錢 而且沒打下軍事單位 還會再加一塊 拖子車再賺一個一村 再拿一下 目前 Ara這邊的村民術還是反超了 查達這邊斷村斷的有點嚴重 TC都沒有在運作 這就是 城鎮中心不斷村喔 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邊村民術已經反超回去了 6TC 102村 太狠了 注意看這個男人實在是太狠了 一直濃一直爽 當魚刀確確的話 戰毛兵就沒有辦法無法無天了 後面的奴炮有點害怕 要不要閃陣一下 不閃陣 靠著他天生 就很坦的一個體質 好 來一下 哇 這個差一下就可以收掉了說 不內地這邊城堡蓋得還不錯 農田都在這個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可以安心的開農 後面還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不是城堡 博房 沒有想到這一把不是秒殺局耶 HERA加上HART 兩位都是頂尖高手 但打團戰真的是不太一樣的感覺 對方分數沒有那麼高 但是卻有點被壓制住的感覺 真的是有一點而已 只有感覺而已 那波波人 本來應該是直接被秒殺了 但是被隊友硬生生carry起來 開始回農 創民處也來到82村 但依舊還是最後一名 那打打這邊呢 有點 感覺是不意斷撐 想要早點升帝王時代 所以創民處現在落後的有點明顯 甚至快要落後了30村 是已經30村了 哇 這一坨馬弓衝進去 被城堡打了一波 還有奴炮串燒 本來18隻 剩下7隻 這裡死了11隻的馬弓 好 這邊鎧鎧繼續產生出來 雙城堡產鎧鎧鎧 那如果這邊要生金瑞的話 待會家裡還是要補一根堡 確保自己可以安全的生到金瑞 還有一個堡可以繼續產生這個鎧鎧出來 好 現在打打開在轉馬了 馬卡還繼續補下 烏雷典這邊轉出槍兵的升職 長槍兵跟一己的復兵抬著 好 那緬甸的飛鏢騎兵 也開始慢慢產生當中 飛鏢騎兵對上弱弓 弱弓是有絕對性的優勢的 好 但飛鏢騎兵在這裡還是有點麻煩 稍微小微一下 好 伯伯這裡也點下帝王時代 落鎚弓兵7加2 金瑞補下山劃少曬變成8加4 化學三級城 天生就有7點攻擊力 就一個馬弓 其實很像 還比這個馬弓多了一共傷害 好 巨頭開拆 連結藏物兵 對決 萃靴 可惜是打不贏的 萃靴跟一般騎士防護力是一樣的 2級的步兵 鎧甲補下 化學3級射 也補了 OK 這邊串燒 緬甸的飛鏢騎兵 真的很煩 駱駝弓兵至少要來到20幾隻左右 才能壓得住這一坨飛鏢弓兵 不然這麼少數量的駱駝弓兵過去也是送掉 過去了 沒打到 還好 衣死 射的有過來 好 打打這一波拆掉了城鎮中心 但是看到前面產出來的是 槍兵 這邊就要轉重裝馬弓了 還有這個 三級射化學 都已經補了 金罐 鐵木耳 工程術也點 加上他的巨型頭死機就會變成18射程 加2點 再喊這個工程工程師就會變19點射程 OK 這邊UP上去16加2 那這邊安息人免費獲得的關係 所以待會打打轉出馬弓出來 打這個槍兵也是會很痛 所以打打其實不太需要轉兵 只要打這個雀靴配上馬弓 就能打贏大概8成左右的配置配兵 就需要太複雜的配兵 雀靴加馬弓 這邊射擊兵很痛 但是被擊兵戳到也是頭破血流 哇靠 三槍一隻 哇好痛 剩一隻了 那也是戳爆 這邊常攻利用自己的守長優勢 直接手撕巨型頭死機 後方的巨型頭死機也在進攻當中 這好像有戰狼欸 怎麼打那麼準 好了一發 好 戰狼確定 阿阿說點戰狼了 剛剛沒注意到 結果巨頭被反制回去 好 戰狼怎麼打怎麼準 在這邊攻擊室下方城堡 好 這裡有少量缺缺 但是這裡有不列顛的槍兵在防守 好 落頭弓兵大戰飛鏢起兵 我個人是看好落頭弓兵一票的 飛鏢石兵到了地龍時代後期 他的影響力就會下降非常多 因為地龍時代能反制的東西 其實蠻多的 後期可能還是要轉出大扇 分大量的槍兵 去做反擊 可能會更好一點 就是轉一些肉馬 配上他的銀罐 兵電的銀罐 打落弓其實也蠻好用的 但是就是要配一些坦克 坦克的話 兵電的大象 也是毛巷腑裡面 防禦最高的一個文綿 好 這邊旁邊再次往前 馬弓這邊沒有碰好 直接被戳爛 瞬間損失掉了五隻馬弓 好 後方軍手11 繼續反擊當中 這邊還是要努力 把這些槍兵給解決掉 稍微溜一下 但是後方城堡已經掉了 槍兵可以往前衝 好 飛鏢騎兵 配上縱襲 奴炮 這個打法 真的很難受 不過這邊一定要轉馬 才能解掉後面這一坨 奴炮了 8折馬 不出嗎 本來還是轉過火炮 我覺得火炮更實際 火炮一發一個重型炮 輕輕鬆鬆 好 這邊基本功的優勢就出來了 火力點加緬甸基本功 開始用經濟把對手給壓回去了 薄薄這邊雖然經濟也已經拉得起來 但是基本功有點做不太足夠的感覺 還有應對方式 應對的有點怪怪的 他這邊轉肉也不是問題 問題是應該要先轉火炮出來 火炮可以第一時間壓制奴炮跟巨型投死機的壓力 然後城堡的戰士一直被往後推 對他來說是一個不太好事情 而且前面的經濟產能還有軍事建築物 都被壓制住了 但是他這邊已經點下了化學 也沒有轉火炮 真是蠻奇怪的一件事 好 上方的達達還在跟伯利堅互相交纏當中 他在這邊後面 哎唷 戰狼直接砸掉一坨 我們來看到這戰狼的威力 範圍形隕石樹 哇 太猛了 超遠射程 好 盧炮繼續往前走 薄薄這邊非常多的馬弓 大概18隻快20隻 20隻是一個基本防守的數量單位 好 這邊轉出更多的肉碼 打打轉出肉碼 薄薄也轉肉碼 兩邊都轉出肉碼 好 這裡開始可以擋住對方的槍兵問題 這裡趕快第一時間去收掉後方的巨頭更重要 這裡馬弓碰一下喔 又來了 往前走了一步 好險 後面的巨頭 再偷偷打後方的馬弓 找到了 又找到兩隻 這個沒有空好了 好 下方的火炮加上緬甸的 飛鳥騎兵大軍41隻 哇 光這面 弱頭弓兵可能都扛不住喔 感覺 薄薄這邊是輸在觀念上 果然火炮加上弱馬 一定是能解的掉了 還有這個弱頭弓兵 好 拉肉馬要往前 被標前面一個拉扯 又後面弩炮 進行反制 弩炮直接串燒 把很多的肉馬串到殘血 後方巨型頭司機 也被巨型頭司機給反制了回去 五巨頭打一巨頭 已經是打不贏了 那打打 怎麼會這樣打 其實 阿本慌了吧 最近對方的重型奴炮加飛鏢騎兵喔 讓他有點 有點被打懵逼了 緊張警示 有落馬已經有時間去碰後面 打後面的老頭 好 那飛鏢騎兵這裏被射爆很多 只剩下18隻 大約20隻的駱駝弓兵 打爆了大概快要40幾隻的飛鏢騎兵阿 那飛鏢騎兵真的是問題不大 問題是後面的奴炮 和這個巨型頭司機的問題而已 但緬甸這邊要值得注意的是老頭單位 他的老頭是半價聖旅科技 就除42個印刷技術 被撿出來火炮也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但沒有這個問題 目前沒人轉火炮 他的奴炮加上巨頭 就可以一直往前 目前上方看起來有點被打回去的FU 長弓兵數量慢慢被亮閃起來 三個城堡 防出長弓兵了 經濟越打越好 對手突然打出了GG 恭喜HOT跟HERA拿下這場自圖絲的比賽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HERA不列爹 拿到了8萬7的資源 波波這位死階被打殘 經濟只剩下6萬5 達達這邊還有8萬2 達達真的是Carry了他們這一邊 Carry了非常多的時間 軍事方面也是達達這邊 拿到1.41的KD KD值非常好 比列爹的KD雖然差 但是他的經濟陣地戰打得非常好 送了非常多槍兵 扛住前線 後面長弓幣也慢慢補上來 繼續往前推進 就是用城堡加上長弓 還有巨女投尺技的往前推 緬甸這邊就是打得有點中規中矩 不會太差也不會太好 畢竟前期的部分 還是會被對方給壓制住 有點可惜 對方的打打馬攻 直接第一時間把HART打殘了一點 因為他是打一個3TCKANON 沒有什麼太出兵 所以被壓制住很難受 後期的不列爹 果然還是要用這個城堡寶推 加上長弓 巨型投尺機跟槍兵 一路往前推 給對方極大壓力 就可以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